向甲第十二轮的精彩队局是由红方魔童孟凡瑞对阵象棋大师赵电宇 开局选择了中炮对平风马 本局呢孟凡瑞也是有所准备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孟凡瑞呢是连输两局 今天也是有备而来 双方平炮队局之后 红方出马再选择五九炮的变化 双方出局之后 黑方平炮打局 然后选择翻外马准备拱足反击 孟凡瑞选择G8G6的下方 黑方一拱 红方就平局抓炮 黑方回马抢先之后足迹进 红方只能马三退五 黑方飞一个左向 红方越马上去之后 黑方抬一个巡河 以上都是非常流行的布局下方 已经进入终局的扭杀阶段 黑方过一个组 但是红方的两个局位置非常好 压制住黑方 两匹马呢也可以从这边绕出 应该说双方是各有千秋的 孟凡瑞在这个局面下 亮出了自己的研究的飞刀 直接选择吃竹 看黑方如何表态这匹马 此时黑方比较正统的走法 是G8平四 抓马抢先 看红方如何表态 这也给红方设置了一个陷阱 如果红方此时选择越马形成连环 那就上当了 黑方有一个进炮 下不及炮平三 红方会非常的难以防守 打狙打向很痛苦 所以啊 在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正确的走法 是平炮先打下狙 让黑方把炮躲开之后 再选择越马上来 这样呢就很安全了 黑方也要狙二进二 先给这个马伸根 红方如果平炮打 黑方就拉狙过来 双方依然是各有千秋 都可接受的局面 实战当中 赵电宇面对孟凡瑞的飞刀 经过长考是选择了 炮尔进四 很显然准备要平炮打狙 孟凡瑞这里选择把兵给弃掉 应该来讲也是非常理智的下方 双方对调之后 红方狙四平二 那我个人认为啊 这步棋呢 才是红方真正的飞刀 真正厉害的杀伤 现在黑方该怎么办 面对红方进居吃马吃炮的威胁 黑方已经陷入了一个很麻烦的境地 那么这个棋黑方正确的走法呢 是选择落相 红方进居一吃 黑方可以进居对吃 红方有一个越马登车 黑方呢 这个时候就选择弃子了 哪平居 你吃掉我 我就先忍一忍 把炮躲开 虽然说呢 黑方丢了一个大子 但是首先有一个过河足 其次将来有炮二平三 马三进二 进炮打马 等多种反击手段 这个棋呢 红方也啊 没有太多十足的便宜 黑方还是可以抗衡的 应该来讲 双方是一个军事 那么实战当中啊 这种棋呢 这种变化 棋手呢 是很难去选择的 因为毕竟呢 是要丢一个大子 所以很多时候呢 棋手在临场 不会这样去下 那赵电宇呢 经过场考 是选择了炮七瓶酒 虽然说呢 大子没有丢掉的风险啊 但毕竟给了红方 去二平三 压马的机会 显然呢 红方就由此 占据了局面的主动 黑方此时 对炮守住 红方炮五平二 又是一步闪击的好棋 因为中路呢 对方有两匹马 也不好去攻 为了防止对方 平炮打狙的手段 所以呢 直接先把炮拉过来 如果你现在平炮打我的狙 我就下底炮将你 这个棋呢 黑方是没有任何的 反击的余地啊 所以呢 就没有选择平炮打 那么如果黑方此时 选择横足抓炮 会怎么样呢 红方平炮打马 那你还是不敢打我的狙 而且你的马呢 受到攻势啊 你要打我 我这边呢 就直接打马 你要白丢一个 肯定是不行 所以实战当中 赵电宇呢 就选择把炮先缩回来 红方顺势跃马 继续抢肩 黑方横足抓炮 好奇 红方孟凡位呢 杀得兴起 直接选择跳进去 准备直扶对方的卧槽 黑方先回马 应该说啊 这两步骑 赵电宇走的是非常顽强 回马 防住你的卧槽马 你要跳江 我就尽马把你憋住 你吃我 我这边也要吃你一个炮 所以呢 红方一看啊 这个炮呢 在对方的足口 所以呢 先花一步骑 躲一下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应该选择落象 那是相当的顽强 红方即使有卧槽马 黑方也可以跳马顶住 平局抓 我就浸泡防住 那么如果你回马呢 我可以马六进八 完全可以扛住 如果平炮打啊 就再来一个炮 是吧 哎 你两个子来吃 我就来两个子去保 那这个棋啊 红方呢 一时半火 也是攻不破 黑方的防线的 但非常的可惜啊 由于呢 前面赵电宇啊 耗时过多 在这个局面下 走出了一步漏招 炮二进一 这步棋呢 是一步明显的大漏 因为呢 红方卧槽一将之后 简单把局一躲 吃马 又踩炮 黑方简单的就丢掉了一个大子 赵电宇没有办法 只能是炮打军兵 红方一吃 这边呢 炮打中兵一将 红方顺势就把马跳上去了 那这样呢 虽然你有一个空头炮 但是呢 对我没有形成实质的威胁 这里赵电宇选择浸泡呢 也是实属无奈 红方一看啊 你想僵死我 那我必须给你来一皮鞋啊 菜掉你 你吃掉我 红方顺势杀相一将 再选择退区 这番棋啊 孟怀瑞下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也非常的精准 应该来讲呢 整体的一个发挥相当出色 优势之后的拿捏 也是很到位 对方给机会了 那迅速下手啊 一点不手软 现在呢 还要杀中族 去吃对方的炮 黑方呢 就走了一个平鞋 主要呢 是想偷一下对方的鞋 将来有平炮 就要将抽鞋的起 那孟怀瑞呢 就简单躲一手 保持这个鞋呢 对中族的牵制 不让你的鞋乱动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落相 孟怀瑞 炮打鞭足 几乎呢 就锁定了胜利 此时呢 赵电宇选的平鞋 是最后的败招 红方简单下敌一将 黑方就投子恩赴了 因为啊 这个棋你显示不能补士 如果你选择补士 我进鞋一将 退鞋一将 把这个鞋就给抽掉了 所以啊 如果说你还要 继续走下去 你只能选择落相 那我杀中族一将 他再选的吃炮 这个棋呢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现在吃马 我杀是一将 再选的鞋五禁一 形成绝杀无解 也